问题的形式大致可依时间点及程度别分为三大类 1.紧急救火型 2.发掘未来型 3.潜在问题型 何谓紧急救火型呢?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可能是突然发生的、已经发生的 至少应该恢复应有状况或目标的 刚刚请大家写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发现80%以上都是紧急救火型的问题呢? 没有错,在我们的工作中 十之八九要解决的问题都是这一种 然而公司赋你薪水并非只是要大家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而已哦 我不能说不重要 但一个有价值的员工并非只是一天到晚救火而已 改善现况、未与筹谋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员工 第二行,发掘未来型 从图中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工作就这样一天一天过 或是为自己设立挑战自我的工作 想要超出预定的目标 想要做得更好 也就是透过改善 让目标及成果更卓越 第三行,潜在问题型 能发现这一行的问题也是很有价值的员工哦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虽然没有发生问题 但却能因应时空背景 预知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或展望应该要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也就是真正未与筹谋的概念 这三种问题的形式一定要明确分类 让自己知道现在的工作重心是处理哪一类型的专案问题 请记得,有价值的员工不应该只处理紧急救火型问题 应该要更着重于发掘未来型及潜在问题型的专案工作 还记得上一页的小练习大进步吗 请您将刚刚所写下的问题及课题 标上这些问题是属于问题三型的哪一型 同时思考一下 您是否正在做更有价值的工作呢 这套中的一般的电能工作室 这 ranch里边的电能工作室 我们觉得有价值观的电能工作室 我们现在用来发电能工作室 我们下雨天到来发电能工作室